二十一,《蘋果日報》,為證物判監警長上訴得席 2015年7月15日法庭A14,本報信 女民原實獲傳有偷拍群底片段的記憶卡後到警署報案 但偵測警長遊說他放棄報案,並當場將記憶卡咬團 警長先後經歷兩次審訊後,均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 他提出上訴,高院作指案中唯一女證人的證供不盡不實 甚至說謊,判他上訴得席,兼得上訴重費 上訴人將鎮和四十七歲,在案發時駐守灣仔警區 首次受審時被裁定罪成,判監三個月 事後上訴得席,案件從審後再被定罪,加監至六個月 唯一證人證供不可靠暫毀法官潘兆和子女證人的證供前後矛盾 例如報案時說是在便利店附近十獲記憶卡 但庭相隔說在便利店內,並指明是收銀櫃上發現 法官認為證人的證供不是事實,懷疑他可能是為了開脫十為不報的嫌疑說謊 此外,便方傳召專家證人指,一個人用兩隻手指難以用二十一磅的力度將記憶卡截斷 法官認為專家證供有證據價值,雖然欠缺其他專家意見參考 但不能否定此說法,法官認為女證人證供不可靠,故撤銷定罪及判刑 由於唯一證人的證供傳而,法官拒絕控方重審的申請 案件去編號 H.C.M.A.655-14記者王國慧 法官